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越来越开放 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开放 开放了以后正好那时候我刚刚就二十多岁的接收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西方的这种绘画的一种教育 然后就开始逐渐地慢慢慢慢地开始寻找自己的绘画风格 许多的西方的大师也都影响了我 我的风格形成是慢慢来的 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工配在一个部队的文工团工作 那么我好多体材都是跟部队有关的 那么如何去表现部队的生活 那么我想到中国的民间的艺术 一些民间的泥术和雕塑 用这种方法来表现我所表现的内容 带一种陶瓷感的一种瓷器的感觉 有一种雕塑的感觉 它是 但是表面是光鲜的又是易碎的 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慢慢形成的 就是我通过泥术这个形式固定了以后 其实它灌在了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人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中国人 外国人 不管是工人 农民 还是解放军 军人都是一样的 它只是服装的不同 年龄的不同和职业的不同 所以我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一种 人人平等的一种概念在里面 一开始我做的军人是因为跟我身份有关系 我自己是一个在部队里面当兵的 一个舞台工作者 实际上我的身份是军人 一开始就是从开始化军人开始 到了去年2014年的时候 创作《小王子》 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一个音乐剧 就是《小王子》 就是法国著名的这个童话小说《小王子》 改成音乐剧 那么他就请我来做一个海报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 读了这个小说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又画了很多张画了十九张的画和做了两个雕塑 一开始这个音乐剧制作人 他觉得我这个形象就特别 他特别喜欢我创作的形象 他觉得这个形象非常符合《小王子》这个 这个《小王子》非常合适 然后呢 后来我就去用我这个风格 来重新把它《小王子》这个主题重新给他 用我的风格来重新给他演绎了一遍 没有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这个话不是没让到法国来吗 后来就转到香港了 但是我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画廊可能要做一个展览 当时听到这个不能进法国 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花了一点时间来 来这个画了这几张画 就是因为想了 就跟这个法国来 跟这个法国交流 因为这个作者是法国人 就是回到他的故乡 然后跟法国人交流 我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来画的小王子 而不是法国的小王子 是一个中国版的小王子 代表一个中国人 对一个法国文化的喜欢 但是确实不能来 我就非常遗憾 就我都不想来法国了 但是这个马丁非常邀请我说 即使不能来 也要在做展览 也要在这做宣传 所以今天看到这部展 我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的对面 在西家, 这个我觉得 是还没给一些 对面 我应该会见 你